市場政策上前往盧竹區 出席桃園北區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別 提供計畫開工動土典禮 建制工程分會三期推動 第一期經費48億元 有內政部營建數補助88% 全期完工後 每天可以供應11.2萬噸再生水 預計在113年6月就可以逐步供水 北區水資中心的再生水廠 是北台灣最大的再生水廠 那全期完成後 一天可以提供11萬噸 那總投入的經費48億元 由中央的營建數全額補助 那我要特別謝謝鄭運鵬委員 協助我們桃園推動再生水廠的計畫 落實循環經濟 那我要感謝營運單位 這個日盛生以及中鼎集團 所組成的保鼎再生水公司 那他們以三年為期完成建制 結合污水廠以及再生水廠 形成了循環經濟園區 對桃園科技業產業發展 有指標性的作用 同時可以協助企業達到使用再生水 減少水耗 推動綠色製程等永續目標 那未來桃園會有三個再生水廠 分別是A7 北區跟南區 我們希望桃園的高科技 還有半導體業 將來可以多多使用再生水 那我要再次謝謝蔡總統 支持桃園的產業轉型 那也要謝謝鄭運鵬立委 在他的任內 非常用心的協助了 這個再生水廠的計畫 那目前這個經費是由中央全額補助 市府也說明預計在113年6月就可以提供桃園煉油廠1萬噸水 114年6月供應官映工業區等用水端作為工業自身用水 記者凌亂瘋如只喘不到